各位嘉宾 各位朋友 这里是光传媒 每周热评 今天是2024年1月13日 星期六 今天的热评 我们畅谈所有华人 以及全世界都关注的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给全世界带来了 非常大的影响 诚如今年的实际情况 就是全球有60多个国家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进行大选 其中除了台湾以外 还有印度 还有俄国 当然俄国大选我们都会知道结果 以及年底的美国大选 这次大选可以说 不论是从开年第一件台湾大选 还是到最后美国大选 它都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走向 甚至可以说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 那么这个问题呢 我们在此都非常关注 今天呢我们的两个主要的话题 一个呢就是台湾大选的结果 以及它对今后的两岸关系的走势 和中美关系的影响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题目呢 就是在元月11号 中国大陆发生的贵州安农事件 那么这是近七年以来 第一期有规模的影响事件 而且它也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所以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事件 它背后的原因 以及它的走向和对中国的影响 我们今天邀请的两位嘉宾 第一位呢是冯崇义教授 冯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冯崇义教授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资深教授 那么我们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呢 是赖建平先生 赖先生你好 你好 安大好 观众朋友们好 赖先生是北京的独立律师 加拿大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 我们今天很荣幸 畅谈这些问题 赖先生 你先说好不好 我先说好不好 先从台湾大选谈起 这个台湾大选呢 这个我这个意思是非常紧张 今天这个闲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算是见到了我所期盼的一个结果 赖萧沛成功当选 虽然这个盛险的这个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好 40%的得票率 跟前些年的这个蔡英文的得票率相比呢 是比较低的 但是这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 取得这么一个成绩 那就是他毕竟要打破一个连续执政的一个魔咒 因为民进党已经执政八年 尽管民进党的这个八年 事实上各方面做出的成绩是相当可观 但是呢不可能完美 那么就会有很多人呢就有不满 希望呢换个政党换人来试一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想见赖清德文人他个人情况怎么样 他要突破或者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 这个得票率 特别是在三党 这个都并驾齐驱 差不多有三分天下的这个意识的情况之下 他要获得比较高的这个支持率是不太可能 这同时也反映在立委的选举上 国民党居然比民进党还多拿了一席 拿到52席 民进党只有51席 剩下的这个八席在民众党 还有两席是无党派的 所以他113席里边呢 民进党成为了二 柯文哲的民众党的八席呢 就成为了一个关键少数 所以这一次的整个的选举呢 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的满意 但是呢有一些遗憾 那么满意的呢 这个这个我觉得你其中我所观察到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我来说也是最为振奋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中共对台文攻武嚇的这条路线彻底的破绽 也就台湾未来无论如何不可能被中共吓倒了 这一次充分证明就算是民众有抗议票的情况下 仍然愿意写民进党来继续执政 继续未来的这个四年的总统任期 尽管共产党在这之前用强力的手段 用各种方法对台湾的大选进行干预 但是最后仍然没有得逞 而且在最后的投票的两三天以前 马英九这个猪队友说出那一番 共产党习近平是可以信赖的 要相信习近平 共产党习近平是不是独裁者 对台湾不重要说出那番话 那么引起台湾社会的大反弹 包括很多国际舆论对此呢是大为震惊 那么这就说明了 不管马英九的那番话 是他自发自愿的要这么说 还是中共授予他说 总之他得到的一个效果是适得其反 他成了事实上成了民进党民众党的 先专业后这个助选员 国民党并没有因为马英九这番烧操作 得到任何的好处 这就充分说明了台湾人不会因为你共产党 你习近平的独裁 你的武统政策 你对台湾的这种文攻武嚇 台湾人主流不会受到你的影响 反而主流会更加坚定他们反共抗共的 一个意志和决心 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乐观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实呢有点遗憾的呢 就是我感觉到为什么民进党蔡英文政府 这过去八年做的真的是不错 这个我们不用细谈了 这个但凡你站在中立立场上 有一点基本的这个是非标准 你就能得出结论啊 不管怎么样 他不管他多么不完美 但是做的相当不错 那么在这样不错的情况下 赖清德个人的素养 他的各个方面的政见也很不错的情况下 为什么得票率才40% 为什么这个国会还才得到51个席位 那么这里呢我就觉得最大的原因呢 是民众党的300多万 柯文哲的得票300多万 还有他的这个整个政党票拿掉了这个八席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台湾年轻人呢 有点跟我们的这个这个传统的这个政治理念呢 有点不太合拍了 有点后现代主义那个风格 有点吊朗朗的 年轻人他更注重的是 眼前的我个人的我的切身利益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太多的影响 房价工资就业的最基本的因素 但是这些问题呢 上次我已经在这我们聊过一次 我认为这个政治是皮 这个民权是皮 那么民生是毛 民生如果你台湾连主权都没有了 老百姓你连基本的这个国家都不保 你如果落入了这个假如民政党失败了 假如台湾成了这个中共囊中之物 那么台湾就不再是现在的台湾了 那你年轻的你考虑那些这个什么民生 你个人的这个这个这个福利 你这个家庭的情况 经济收入了就业 你考虑一下吧 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你的毛在皮都不成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呢 民进党 今天的这个选举的结果 意味着他未来还是会比较艰苦 甚至共产党还有可能 利用民进民众党和国民党在 这个国会里面两个加起来 如果他们两党要合作的话 他可以让赖清德脱足的非常严重 很多法案可能会很难通过 特别是对抗中抗共意义重大 那些基本法案可能会被阻挡 那么也就说这样的情况下 台湾年轻人的选择 他们这么有点吊铃铛 有点个人主义后现代风格的 这种选举价值取向 可能会还会给共产党某种情况下 浑水摸鱼的机会 还会给民进党的增加很多的障碍 那么也就说民进党未来领导台湾 他的民主自由的这个生活方式 还是会遇到不少的障碍道路 会很艰难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 谢谢 我想你的观点 有很多 有很多人都会赞同你的观点 就是虽然民进党这个胜选 而且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 其实也期待民进党胜选 但实际上应该看到民进党胜选 他也是很艰难 他才整个来 他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四十 不到百分之四十一 那么他在议会呢 也没有过半 所以这样的话 在民进党这四年过程当中 应该讲他还会 他的这个 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艰难 那么可以想象 中共是不可能 放弃对台湾的干预 他也不可能对民进党 改变他的态度 所以呢 这个非常重要 我觉得虽然民进党现在获胜 但是呢 还有更艰巨 更精彩的这个事情在后期 冯老师 谈谈您的看法 冯老师是这方面非常了解 也是专家了 尤其对年轻一代的学生是吧 年轻学生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看的 他们有什么诉求 冯老师是专家 有请 我也喊你敢想吧 首先讲这个 我请祝贺民进党 行胜 行胜 就是胜了 但是胜了很 很显 很显 这点上我跟建平兄 看法有点不一致 就是他认为是这个民众党 分了民间党的票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中国民众党跟民进党 跟国民党 他们联合成功 这是 是一下子就把民进党下架了 这个是风险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一早期 那行胜这里头 应该想民进党 现在赢是赢了 有很多方面值得反思 但是你刚才讲是台湾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 他有一些后现代主义 有些左翼思潮 他还关注这个日常生活 民生短视 这是传球的选民 都会做的一个选择 对外交 当然他们也关注 即使像台湾这样 对外交也强龄压境 他们会关注的更多 但是你不能走外选民 所以你怎么应对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执政党如何应对 就是我的三点想法 就是台湾人之所以在这种问题下 冒着战争风险 还去投民进党 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鼓励的一个选择 因为国民党一直是讲这个票 民进党在新年上战场 那么他们就冒很大风险 也投这票 这里头就回到国际社会 如果我们中国人 就是热爱自由民主的人 全身力的去支持民进党 美国其实在拜登讲的犯话 就是台海无战事 近平跟我讲的 他不会打台湾 其实都是想鼓励大家去投民进党 目前他没有打台湾的计划 我们战火不会立刻烧过去 这就是代表的一个世界民主阵营 对民进党的携带和支持 所以这个里头为什么这样做 就是这个今天没时间展开 就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台湾选举和台海局势 放在第二次冷战这个大格局底下去抗 就是一个民主阵营跟专制阵营 以中共为这个大本营的专制阵营中的对垒 而台湾是属于抗计抵抗中共扩张 专制势力扩张的 所以国际上给他们很大的支持 包括包括现在荷兰啊欧洲啊 都把手伸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民进党 必须感激整个国际社会 也必须更加坚定的去经守 他们的自由民主立场 这里头就涉及到第二个跟这个相连的事情 民进党本身对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化 民主转型努力不够 非常不够 有个杀取 就是我这次本来是跟这个很多朋友帮忙 就把我放在这个自媒体观传团里头去 我也为了这样的一个安排 做了很多集体的安排 就专门去澳大利亚拿了一个身份证 就是certificate of identity 就相当于澳大利亚护照的一个旅游证件 我什么也想不到 台湾当局 民进党当局居然拒绝胜任 澳大利亚发的这个护照 就是准护照 做了很多工作 就是包括部长级的议员 很多人都做了 结果他们不上步 就是一定是你是大陆人 不管你已经没有中国护照 没有中国是这个国级了 你还是要按照大陆人的方式来去申请入台 那这样其实是把我设底堵死了 因为我本身并没有中国护照 就没有一个合法的国际旅游文件 我怎么去按照大陆人民的这个入境申请 根本不可能 就这里头就涉及了一个国民这个民进党里头 这个极限分子 还有他的一股力量 其实是被中共这种认知作战 任外的一个一个受害者 把中共中国中国人放成一块 没有把中共和中国人和中国彻底分开了 就民进党我们一直知道他一直是要很多人很强强推去中国化 从这点上是很伤中国人的心的 也伤到台湾很多目前还没有拐过弯来的一般民众的心 就是这个中间选民 从这点上讲呢 我们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改建空间 就是你要知道大陆跟台湾之争 当然有祖传之争 但是这个祖传 为什么民进党所代理的这个祖传 为什么跟国民党代理的祖传不一样 就是民进党是一个做民主运动上来的党 它代表着自由民主理念 它经锁的是一套自由民主人传这个价值和制度 所以它抗共不仅是说共产党要来并吞 而是要保护所谓自由民主价值 所谓民主台湾 所谓这个民主的家园 但是国民党民进党的很多人 这个认知打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 打不到这样一个境界 就是皇冠限制在民族主义这个框架里头 就以台湾的民族主义 用台湾的民族主义来去对抗大陆民族主义 这点是我 我是摇头的 而且这个里面会一大堆人 是用那个族群的民族主义 不是像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那种 我们叫公民民主主义 公民民主主义是说 我这个民族的身份认同 是以你的价值理念 你对美国信法 对澳大利亚信法的认同 你就是公民 你就是这个民族的分子 但是这个族群民族主义不一样 要讲血统 要讲你的来源 你的祖先在哪里 你是本省人外省人 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相对落后的一种民族主义 其实是还政治里讲得不好听 是跟原来德国日本 二战时期那种 种族主义相连的民族主义 这种东西是应该进化 应该超越的 所以民进党在这方面 有很大的改建空间 就是他必须任心 这些选战之中 他的省盛 夺票没那么多 包括整个人设 就是赖交配 他本身对手就很弱的 他居然拿到40%的票 而且在立法会选举中 他们夺不到过半 所以这个事 民进党必须做出来好好检讨 就是哪些地方做错了 输了在民生方面 如何应对 民生人的一些 诉求 另外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 要设定的 把中共跟中国设定的分开 把中共跟中国人分开 不要再去追求 去中国话 去中共话 去专制话 抵抗专制 但是 你是把台湾 石山文也讲 台湾是华人里头 唯一的民主灯塔 要提到这个高度来 就是你现在跟中共的对垒 是民主跟专制的对垒 不是台湾人跟中国人的对垒 这个政治你提不上来 下一回我可以保证 国民党会 这个民进党会 被下架 而且我也不可惜 如果他不走这一步 你要是走进这个 族群民主主义 往那个方向上走 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这个一个民主政党 一个自由主义理念的 应该走的路 所以这个是 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插一下 在这个问题上 我要赞同冯老师的一个意见 就是说我始终有这么一个感觉 台湾人就 他是似乎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 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也好 中国人 我反正你是中国 你这一群人 我跟你是不是一伙的 所以我千方百姓 我要自我保护 我就不跟你往来 我就要跟你切割的清清楚楚 但是他没有想到 那怎么把中国这个可恶的邻居 进行一番改造 如果这个流氓不再是流氓了 那管你是不是叫中国人 叫什么人 我也不管你是跟我是不是一伙的 总之这个如果 中国人不再是一个大流氓了 不再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一个强盗 那么我台湾人不是也安全了吗 所以他在反共反专制 在这个问题上 他确实做得非常不够 他只是想摆脱自己 我跟你不疑伙的 我们自己过日子 我不要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始终脱终去终 就这个意思 我自行自己过日子 你们根本跟你没关系 但他没想到 你说没有关系 如果他还是个恶霸王 是个恶棍的话 你迟早你那么没关系 他会找到你 他会弄你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你与其单纯的 我远而 这个我怕你 我走远一点 你还不如说把这个 跟中国人 中国人民一起把这个强盗改造改造 在这方面 台湾人做的确实是不够 我非常同意你们两位的观点 因为我看正好 这个也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袁公英先生在台湾 也提到这个问题 他希望台湾能够更多的支持 中国大陆人民 支持香港人 能够一起结束中国暴政 也讲得非常精彩 提到这个问题 当然台湾的总统 这个马英文 不是 蔡英文 他在昨天的讲话当中 他呼吁这个 当然他也是呼吁台湾选民 这个支持他们的 然后他就提到说 台湾是华人世界里民主的灯塔 民主的堡垒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 那个台湾的在这个民进党 这个赖消配的领导下 在未来的四年 能够更多的支持 中国大陆和这个 中国大陆人吧 就是海外各地 海外所有的华人 能够联合起来 得到更多的支持 能够结束中共暴政 真正的发挥到 台湾华人世界民主堡垒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他要做真正的 他都应该这样做 就是说他刚才 近平讲的 与从台湾自身的安全 因为我们上回也讲过 叫这个 民主和平理论 就哪怕两个国分开了 一个台湾 一个中国 但这两个都是民主国家 他就不用打仗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 这个民主的中国 不会去打一个民主的台湾 这个国际这个 这个国际 关系理论里头 有这么个理论 如果从台湾 从原来的党外 到后来的民进党 他的这个民主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他夺到国际社会 非常多的支持 光从这点上讲 你现在支持中国大陆 这么个联系 你有这种义务 有那种道德义务 对的 有责任 你问的 我不管你了 我过我的 这里头刚才讲 他是从心底里 他有一个跟国民党 不同方式的一个恐共证 我不惹你了 你这不会打我 这是很优质的 这个习近平要去 变成台湾 不是因为你 惹不惹他 可是你要 是要当心骨一地 这个个人野心 他要灭掉 一个一个 台湾的这个民主灯塔 要灭掉这个 这个中国人 也很民主化 因为他 这个他要灭掉 这一个标本 这个民主台湾的存在 在他边上 他是 不得安宁的 他不在乎你的位置 所以这个是非常幼稚 非常无稚的一种想法 所以他这样的话 这不叫灯塔吧 灯塔 你不需要照亮别人 你高照你自己 想独散其身 他英文说的不是灯塔 说民主堡垒 堡垒 堡垒你要保护 所以我们希望台湾 在这个未来四年 在这个赖消费领导下 能够发挥台湾 华人世界民主堡垒的作用 你说你说是台湾人的堡垒 我说你如果说你是台湾人的堡垒 台湾人的灯塔 那我认证 你要说华人世界的堡垒和灯塔 那你要照亮 你要保护其他的华人 对不对 你不告诉你 包括国际社会 现在为什么在台湾和大陆 对峙中那些民主国家 要去支持台湾 他也是说你是代表人传领 民主理念 你是民主世界民主同盟的一个成员 就我讲的现在第二次冷战过程中 你是我们 你是我们的阵营 所以你必须跟这个民主力量 包括中国大陆的民主力量团结 联合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可以非常看到 美国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这种强有力的支持 就简单的讲 中国大陆放气球 然后台湾正好发的 两次发手机信息 说是发上了导弹 那么同时美国国会的议长 迈克·Johnson就接见了台湾的新任大使 马上就会连接 他实际上现在外交事端 他反映出一种态度 所以台湾真的是赢得了国际社会 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我们海外的民运 能够得到台湾 像台湾一样的 国际社会的各界的帮助和支持 以及台湾对我们的 像他得到的帮助一样的支持我们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补充一下 其实这里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人 大多数人 他缺乏一个必要的认知 因为这里涉及了两个问题 就是说他帮助中国人搞民主 帮助中国人反共 乃至于帮助全世界的华人反共 那么有一个是他做不做得到 第二个是该不该做这是两个问题 他做不到 他有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能力 那我这个2300多万没办法扛起你14亿人的 这个一个被奴役的一个那么一个十字架 我背不起 所以我与其这样 我做不到 我以什么也做不到 所以我就不管你了 这是一种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呢 根本就他不认为有必要去去帮助全世界的华人反共 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一个叫外部性 什么叫外部性 就当你这个团伙 如果这个团伙本身是民主的 是一个这种好的团伙机制 他对外部的影响就会小 他就不会伤及到外部 这会不会殃及驰鱼 相反呢 如果这个团伙 他本身的结构 他本身的制度是恶劣的 那么他一定会产生外部的影响 他内部的中度会往外扩散 会殃及到驰鱼 所以你再想独善其身 其实你做不到 根本做不到 好谢谢 我们今天在这个问题上讲得很精彩 讲得也很热烈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今年以来 各位注意到没有 就是新年 2024年 才到今天为止 13天 中国大陆发生了若干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一个呢 就是我想就是从文宣系统 除了这个财心以外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这个伊财又出了一个社论 伊财的社论 也是说这个 要放权 要坚持法治精神 那么伊财这之外呢 就是说改革 改革不如放权 放权松绑 其他的这些机构呢 就是相关的机构 也有一些这样的报道 所以我想呢 这是一个这个财心以外的 又一个新的信号 那么在这个天 伊财的文章 伊财经的文章呢 他的寿命比财心还要长 他大概到前天才被删除 这个事就是说在舆论界 那么在民间呢 实际上呢 这个今年以来事情也比较多 那这个比较大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贵州安隆事件 就是这个到1月9号的夜晚 这个其实是前天 10号的时候呢 网上有一则就是消息 大家都可能都看到了 就是1月9号 这贵州呢 他安隆地区的一个苗族的 一个老太太去世 然后当时呢 这个家人就把它火化了以后呢 因为政府的这个墓地 现在被官方垄断 垄断以后呢 那要买墓地要花钱 所以呢 这个村他的家族 就把这个骨灰带到了村里 那现在中共政府 他就会张牙舞爪到这种程度 他要发死人的财 然后你不买墓地不行 那么他就晚上呢 就从特警和公务员 几百个人组织的队伍 然后呢就又是半夜去 抢这个骨灰 结果呢 他们没有想到 一个是苗族非常勇敢 非常新奇 再一个呢 那个地方呢 这个也比较 道路呢 就是只有一条路 进去出不来 所以呢 当这个全体村民奋力反抗 然后把他们所有的车 把这个都给他们 公务员的车 警车 全部都砸毁 砸毁以后呢 他们都这个最终的结果吧 就是他们全部缴戒 缴戒以后呢 又跟老百姓 到1月9号凌晨 他是凌晨进入的嘛 到上午 然后又对村民进行 赔礼道歉 然后又写保证 然后村民把他缴戒以后 全部把他们放出来 那么你在视频上看到 他们这些人 就是什么 他们就排着队 浩浩荡荡地走出来 其实这样的一种光景 我觉得在中国是不多见的 因为虽然在红文时期 也有过这样各种各样的 这个抗暴事件 各种各样的危险事件 但是一个这样的规模 另一个呢 这样的就是说 全部被缴戒以后 道歉 然后写保证 然后再排着大队撤出来 这种事情可以说当地的村民 大获全胜 我觉得这种事情呢 尤其是在这样的 在习近平这么武装到牙齿 全力控制的情况下 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果 我觉得应该讲是 比较震惊的一件事情 这个问题呢 这个发生以后呢 我们一个朋友 还有一个北京来的朋友 他有一个不同的解读 他说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原来有很多 什么钱惠文的案子呀 包括海南的这些案子 那这个虽然这种访民 有不同程度的获胜 但是没有像这样在 这样严酷的大背影下 然后村民大获全胜 从来没看到共产党的 这个是他们的这样的人 排着队垂头丧气的 灰溜溜的出来 而走撤出来的时候 这个沿途都是村民 对他们叫慢 所以我想的这个 这个说明了好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我觉得就说 中共的财政非常紧张 不光是你生孩子 原来是要许可证要花钱 现在就是说你连死了 我也要挣你死人的钱 然后你买公墓 你必须要安排到我的公墓里头 你不买政府公墓 你就是违法 第一就是说政府烂权 然后呢发死人财 第二就是他烂法 你不买我的墓 你就是犯法 第三呢就是凌晨深夜作恶 共产党这么多年啊 他们已经养成了一整套的习惯 就是夜里抓人 夜里作恶 那么第四呢 就是这一次的 这个这次的成功啊 我想呢他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因为在这之前呢 大家是看七八号的时候 就是习近平去广西来宾 手握香 手握香那个那个甘蔗的那个视频 大家看了没有 那就在大概在七八号的时候 被人家放火给烧了 然后大家可能都看到了 那么在习近平手握甘蔗地 被放火粉烧这件事 那非常清楚 他不会是自然着火 那他为什么着火着的这么大 他一定是所谓的敌对势力所为 所以到新年刚开始 这两件事情 我觉得都特别有 特别有代表性 就说明人民已经是无可忍 然后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非常这个鲜明 我觉得这个事情意义很大 看看你们两位的观点 建平还是你先说 还是冯老师你先说 你看你们俩谁先说 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 其实啊 这个村民抗暴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有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是 就中共现在 这种做法呀 其实一点不新鲜 几十年前就开始这么做 当时就是借口 要改革这个商长的习俗 那么涌现连最连这个 最偏远的县城呢 都涌现了一大批的这个殡仪馆 和墓地 那么包括像我们老家 二十年前就有这个东西了 他一开始呢 好像还遮遮掩掩 或者是官办的 或者是官方还有点股份 后来就实际上就是 就是民政局的一些 这个头头脑脑 他们的家族情代 私人企业 垄断生意 那死人生意是没有更赚钱的了 那不开玩笑的 死人生意没有更赚钱的了 他所有的价格垄断 地点垄断 方式垄断 所有的都垄断 你不管什么原因死亡的人 同寿无期 一个都不能少 埋到地里边的 扒出来的 已经很多了 就是抢尸体 已经被埋到棺谷里边 已经葬在山上的 扒出来 重新火化 重新到他的公墓里边 为什么呀 利益驱动吗 他已经 这种公权力 他本质上 本来 如果这是一种单纯的 如果纯粹社会福利 假如说 他这个收费是按成本的 无利可图 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干嘛 他现在变成 私人的买卖 就是赚钱 所以呢 他就有这么的一个动力 那么到后来 我给你讲是这样 我给你讲 他差别是这样 就是说民政系统 他这个丧葬 兵葬业是很赚钱的 是垄断 没错 但他差别是什么呢 原来他这种兵葬业 更多的基础在城市 而现在到什么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偏僻的山村 是啊 我就说了嘛 过去是这样 村里的人死了 你可能村里的人 你自己就埋了 不不不不 我们那边都不可能的 二十年前都不可能了 村里都 这个村里都死了 你要是买他的崩墓地 你在这里 你都不能去偏僻的山村 你都不能去买 你都不能自己解决 不行 我们老家二十年前 就已经 不管你 你只要是共产党管得 招在这个县里面 这个地方 而专门有人去举报 专门有人去收三的 你是说 你是说全线 连计较 全线 你还专门有人举报 专门有人收三的 你以为呢 有收三队的 各地差距是有的 你知道吗 可能都在城市 集中在城市 一个都不能了 埋下去就要扒起来的 你不开玩笑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就说的 这个是就是 利用这个手中的权力 公权力啊 就是往个人谋私嘛 那么现在 贵州这个 我不知道他这个 这个兵仪啊 商账啊 这个行业 是公办的 还是民营的 如果是公办的 他们相关的 如果是个 如果是公办的 那就变成了 他就是 这真的是 财政太缺钱了 公募 说了政府公募 公募那就是缺钱了 就是要要捞钱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关于这个反抗的方式啊 我们不能现在 千万别亲言说 得了胜利了 没 估计出不了三两天 秋算账 如果不 他们秋不算账 共产党就不叫 共产党了 对啊 但是我是说 阶段性的胜利 而至少这阶段 是大获全胜 你没有进步 暂时的 这个都不说明问题啊 我跟你说吧 二十年前 我们江西 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 当年封城啊 杀死乡长 活埋乡长 火烧乡政府 那比这个要 要 要 悲壮的多了 最后 无一另外的 都被镇压下去 江西封城 二十年前 你去看看 把乡长 活埋呀 把乡政府都火烧了 几万人 这个 上乡政府啊 暴动啊 那是正儿八经的 农民暴动啊 但是最后 无一另外的 镇压下去 所以贵州这个事情 我认为 没过过不了几天 一样会被镇压下去 所以呢 这些维权事件 维权性质的东西 归根结底 它不能上升到 政治革命 不能上升到这个层面 你最后 无论做出多么大的牺牲 最后还是无济于事 所以这个是我的两点看法 洪老师 您的观点 我 我要讲两点吧 这个事情是 我已经做过广告了 就是里头 要看就是 现在按照刚才讲的 就是两件事 连起来 一个就是财心 杂志和第一财经 他们这样的言论 可以出得来 而且生活那么长时间 这是议论上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 像这个暗龙这个事件 是习近平执政十年来 第一桩 以前没有这样赢过 所以这个 按哪里是感觉到 这个 是不是这个 风起新兰之末 就是有新的动向 这里头是 最重要的是 我跟你讲 最重要的是 在这之前的 广西来宾的习近平守护 是是 杆哲地被 把杆哲地给烧了 就这里头是不是 有个新的动向出来 这里头 我刚才为什么做一个广告呢 就是我在分析中国 目前这个政治以后 我是用那个积传 后积传 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论框架 分析框架是分析的 就是 靳平刚才讲到这个维权 当年的维权风起云涌 它是 普温时期 是典型的后积传 时期的一个 官民对抗 就是维权跟维稳 四斤力敌 这个垃圾战 不都是输的 就是这个 你讲 后来就是 你说这江西 有这个修货算账 算回来 但是当时 很多环保的维权是赢的 治水 特别温家宝 要清明 他是制约 这个周永康的维稳 所以里头 一进不分析 一进有分析 所以这个民间 当时的共鸣社会 就是非政府组织 力量很强大 动员能力很强 动不动是可以动员 上万人上街 上万人出来 所以这个 这个法部击重 法部击重 所以很多人 他只能让步 到了习近平时代 我们叫他 极栓伏弊 他重新回到 那种对民间 公民社会 要斩首赎根 对民间所有的 集体反抗 格杀勿论 彻底正要 所以这个里头 就是我们讲 在这个正栓形式 是不一样 毛时代 你想想 杀那么多人 饿死那么多人 无法反抗 集团 集团世代 是很难做反抗的 特别是优质的反抗 上规模的反抗 所以这个 这个 维权 大规模的维权 是后集团 这个 这个一个 制度上的表现 所以现在 从现在 议论也好 民间的 抗暴 民间的反抗 取得一定成功 包括烧 习近平的 这个 这个 甘蔗地 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习近平的 计算 伏辟 的末日 到来 不能从 统治 集团内部 起码说 刚才讲 那个 去镇压 安隆 民间 这个队伍 他们 撤出去 他们不是动物 不是开枪 不是那个镇压 所以 声明在底下的镇压 意志 在衰退 在衰落 也就是基层政权 目前情况底下 因为在这个 关不了 声音 底下 还是公开的 跟习近平做切割 我不是 执行你的命令了 我不是 不去跟你做 这个 替罪羊 做牺牲品了 我 留后路 如果是这样一个体现 那是很值得 关注的一个新迹象 谢谢 包括刚才讲的 塞星和第一塞金 他们这些言论出来 也就是底下这些人 重新去把这个 改开言论 改开思路 拿回来 而且这些文章 公开的要求放船 让船 那就是习近平 你这个小丑 抓船太多了 放船 你要把船放出 这是跟习近平叫板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它在这个 社会上发酵 在官僚体系里面发酵 我们要看到 如果代表 这么一个新的 新的虚势 或者新的迹象 是很值得关注的 好了 你的新发展 吴老师 我非常赞同 一个您的观点 就是我当时 看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 几百个特警 还有公务员 以及他们的车队 他们带着盾牌 他们打不过村民 他们还是半夜去行动 而村民用的什么呢 石头棍棒 然后我当时 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 告诉我讲 他说并不是说特警和公务员组织 没有去打不过村民 而是他们躺平了 所以他是这个观点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 就跟您刚才的观点很契合 就是说现在习近平 因为他天怒人怨 那么很多公务员队伍 是不是也 我也是认同更多的认同您这个观点 因为后来我这个 我到我这边 北京朋友跟我一讲 我觉得他说的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你看中国的特警 他装备很好 他们干坏上很专业 打人也很专业 所以他又是半夜突然行动 所以呢就是我感觉到 就是现在呀 中国啊到处都是火星 干柴烈火 这些问题今年才到第13天 那这个我有听到很多朋友 包括国内的朋友 说习近平的日子 他越来越难过 今年他就很难走下去 因为他现在就是说 不光是说这个知识界 也不光是理论界 就是商界 就是包括基层的老百姓 对他意见都很大 我们也听到一个朋友 刚从国内回来 就是说他是民主圈的朋友 他谈了一点 他说原来做去搞启蒙 那他很难 他说你跟参共产党不好 那共产党挺好的 是你们要求太高 他说原来启蒙很困难 这一次回去呢 人人包括就是基层的 这个这个饭夫走夫 他们都对共产党意见很大 就是说因为疫情 说通过疫情 把这个启蒙工作 全部的就是彻底的彻底化了 那么原来他们在做很辛苦 也得不到效果 现在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在想呢 中国社会确确实实是 到了一个转折的时候了 这个期待着 今天有更多更好的消息 这个其实安大尔 我基本上也认同你们的说法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我们千万不能过于乐观 这个独裁者 这种专制社会 有它的超稳定结构 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也就是说反对派也好 抗争人士也好 你如果没有相应的对策 你没有主动的加入到 这种动态的博弈的 这个格局里边来 单纯的指望统治着 他内部 他自己自生自灭 一种自然的 这个所谓的眼镜也好 解体也好 那是有点幻想 就说这年开年之初 有什么舆论界 有什么这个不一致的声音 其实这个不头一回了 我清楚的记得 二十大之前 在2021年的12月份 当时有一位叫曲青山的人 他是中央党史文献室的主任 也是部级干部 正部级干部 叫曲青山一个笔杆子 写了一篇文章 叫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决心 当时这个高度的称赞 邓小平和胡温 对习近平知智被提 当时有很多人就欢呼去 这好像要变天了 你看这个舆论居然敢这样 曲青山写的文章 高度赞扬 这个这个邓江胡 习近平一个字都没提他 什么意思啊 这个这个这个是不是要变天了 大家很欢欣鼓舞 没过几天 一个叫谢福瞻的 当时社科院的院长 又写了一篇文章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新的飞跃 飞跃 那一下子呢好像又有两派在这里什么这个这个这个论战了好像共产党有不同的声音了又撕裂了 但是没过多久 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胡锦涛照样被 驾离了 驾离了 什么也没有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东西 它不是铁板一块会有一些东西 东一句西一句这些人 但是它不说明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我们毫无疑问知道天时地利 人每个人都是又又不是草木 包子搞得这么天路人愿 当然民间的也好体制那也好 有大量的不满的声音 有这个这个暗流涌动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既然既然人是有情感的有立场有价值的这个某种存在 当然会有反应对吧 不可能任由他这个这个这个随便耍嘛 但是归根结底 如果要实现某种突破 要有某种实现某种升华 要进入到一个制度转类的一个程度 你反对派你没有你自己反对派没有动作 反对派你没有主张 你没有这个必要的措施 那是还是单方面的一种 这个掉线柄的一种心态 这个您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 但是我想呢 就是说因为中国的特色 那么这个尤其是当下这种习近平万马 这个独裁专制万马其音的情况下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和分析中共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能够勇敢的发声 能够有不同的声音 这已经是实处难得 这跟我们海外的努力呢 其实是并行不备 我想呢 这个我们可以多探讨 谢谢各位 今天的节目到此 谢谢 谢谢冯老师 谢谢建民先生 下周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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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感谢观看